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就问我 说你们怎么不谈谈这个话题 说那个杀人那个疯子 他们就说那是个疯子 说怎么能对孩子下手 就是这个福建南平小学门口 55秒钟 这么一个正民生 今年才42岁 而且他本人还是个医生 这个正民生 就拿持刀冲向这个小孩子 满地都是血 死了八个小学生 伤了五个 这总共是13个 我们可以看看现场这个图片 你瞧这个家长 就崩溃了吗 你再看下边 这一地的这个血破 这是你知道 当时在这个校门口啊 后来他们说发现 有这个建议永违的 还漏了一个 那个人呢 是骑着摩托车 送自己女儿上学 回头听见 他就说他亲眼看见的 就说这个人能怎么杀人 我很奇怪啊 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这个人杀这个孩子 这位家长就看见 这个家长当时是拿着摩托车头盔 跟他对打呀 他就说看见这个人 勒住一个孩子 一刀就抹了脖子 又勒住一个孩子 有个孩子从胡同里窜出来 抓着孩子 空空两刀 就这么杀孩子 你说这种人 怎么能 广美 你看到这个景象 什么感受啊 我很高兴 我没有目睹 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但是就是说 我也在想象说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说有很多 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失去他的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 我所谓的这个信仰 并不是代表 对于宗教的信仰 是什么信仰 英文是一个faith faith我们把它翻译成信念 把它翻译成信仰 一种支柱支撑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信仰 是对于人间大爱 对于自己勇气 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跟对于自己的能力 的那种信仰 他完全失去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才会 你用那个信仰 那个词 我可能更愿意用 更大一点词 叫做人性 就是这个行为 可能会觉得 刚刚文涛说的那个词 就是说 那个几个母亲在问 说怎么可以对 小孩子下手 这并不意味着说 诚诚你就可以下手了 而是我们去伤害一个 非常弱小而可爱的孩子的时候 实际上会引发我们 最强的这种 不忍心的东西 这个在梦子里面叫做 侧隐之心 侧隐之心是 在梦子里认为是人 就是一个人 智视人人的人的发端 所以也是我们 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我能够感受到 别人的痛苦 所以我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做不出恶了 但是你看 他的行为非常清楚 他自己也表述出来了 我就是憎恨这个社会 我就是要造成这个痛苦 那我们从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这种情况叫做 反社会人格障碍 你说他这个没人性吧 可是你知道 他过去是什么 卫生学校毕业的吗 做医生 做医生 有人说还做不错 叫什么正一刀吗 就说这一刀下去 手刀病除 现在这一刀下去杀小孩子 就说当时 他开给病人的药 他都开的是比较便宜的药 就说还不是那种 黑了心 弄病人钱的那种人 但是呢 人们发现 这个人有一点什么呢 特别爱面子 比方说 他长得一表人才 但是有人说 他找不到女朋友什么的 他就可能跟人聊天 就吹火 说我跟厂长的老婆睡过觉 但是呢 他说他自己 在临杀人之前 三十多个小时 他到了他们家 几个亲戚家里 好像说都没有得到温暖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半夜里 跑到自己家一个亲戚 原来是为了 要吃点东西 大概是那边态度不够热情吧 好像就他就失望而去 就是在他 我看有的报道讲 就是在做出这种事情之前 三十多个小时 去了几个亲戚家 感觉都没得到温暖 但是你说这个能作为什么 他没有温暖 就是报复的理由吗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挺大的 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这个行为肯定是攻击性的行为 对吧 自杀和杀人都是攻击性的行为 一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 至少有一点 就是他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支持 这个也许就是广美说的那种信仰 就是他自身的东西都没有了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也好 他有这个社会的温暖也好 家庭的温暖也好 我想他都不至于包括自杀的人 也不至于做这样的选择 当他什么都失去了以后 我会说这叫做人群中孤独 就是他在人群当中 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没有谁能够跟他有沟通理解 这个时候对他来说 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而如果在这个里在困当中 我觉得你刚说到有一点就是自尊心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再稍微转一点 就是他有非常高的羞耻感 就是他会感觉到 他会感觉到羞耻 我可能会觉得这里面有点 就是提醒的羞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感到别人对自己不尊重 不看到自己的价值 不承认他的价值 而他自尊心又特别强 又特别需要获得这些承认 但是无论是事业和婚姻 他都失败了 又没有人支持他 所以那个时候他需要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的方式 就是做这样一个轰动的事情 去通过让别人痛苦来 让自己出现到自己内心的痛苦 但是他没有考虑后果的这个能力吗 我会觉得 当然我没有去对这个犯罪嫌疑人 去做这样访谈 我不能确定他的动机究竟哪些 但是有可能的东西是 比如说这也是一种叫做被动自杀的行为 被动自杀 就是你去攻击一个 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行为 他在闹事当中 这么多人他肯定会被侵获 就算当时没有被抓住 最后肯定会被抓住 对不对 那他会达到让自己死的目的 只不过这是特别恶劣的 自杀就是伤害自己 但他通过伤害别人 包括去攻击特别强的人 他都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种被动自杀可能更恶性 更加恶性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属于一个 完全没有自信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他的同事也说 这个人呢 他疑心病非常非常强 只要他身边有两个人在说话 他只要没有听清楚 人家说话的内容 他就会追根究竟 你刚才说什么 而且他会强烈的怀疑 你们两个在说我的坏话 对不对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人生价值 架构在别人对他的想法 别人对他的看法 也就是其实在他自己心里面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 是吗 但你比如就像广美说的也对 就是说到底是这个社会 真的对你不好 还是你自己的疑心病 你比如他说他俩 他这个逻辑很奇怪的 他两个仇人 他这一个仇人 是他以前在什么卫生站的 还是医院的一个领导 一个院长 他说那个人呢 对他不好 对他不公 那么给他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呢 你现在去采访那个院长 那院长说他觉得他跟他没什么矛盾呢 但是呢 你比如说要是上级来了一个什么检查组 有那么一件事吗 他在检查组里啊 看见一个女性 他那个女性呢 有好感 可是这个时候 他这个医疗所 医疗机构里的这个领导啊 就跟这个女性聊天 聊天 他就觉得这个领导一定是在跟这个女性啊 说他的坏话 那么你说是社会真的对你不公 还是说你一个人如果是多疑的话 你永远可以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你啊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就这个 跟而言 现在我们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我就觉得不能完全排除 他是精神分裂症的 可能就有这种严重精神疾病可能性 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所谓的被害妄想 或者千年观念 我们叫做就是 所有人都在说自己的坏话 都对自己不利 他有可能是一种精神病态 当然这个是需要通过精神界定 最后确定 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我想他这个行为 并不具有特别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获得肯定 都需要看到自己的价值 都需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 如果这些东西都丢到了 那那个时候就很容易陷入绝望 或者说必然要陷入绝望 所以这个 他这个行为从这个逻辑上来看 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失去了所有的肯定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吹牛 就是要拿一个虚无的东西来撑自己 但即将是假 他始终是要被揭穿的 许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 他就是研究这种暴力型的人 他说他访谈了150多个 在北京监狱里的这种暴力犯罪 也有这种杀人狂类型的 那你觉得他们 你照他的话说 可能有些人很难接受 他觉得他们也是天良未敏 对 我想您提到那个天良未敏 我就特别想说一个例子 其实这样例子很多 就是我过去这个两三年时间 一直在北京监狱 还有女子监狱 做这样的一些心理干预访谈的工作 那我记得有一次512之后 大概是8 9月份 我到监狱里面去做 给他们做治疗的时候 这个很多犯人就过来跟我说 我看到看到你做天良节目了 然后觉得做特别好 咱们就在监狱里面收视率很高 然后他是说什么 说512之后 我们所有的犯人都捐钱了 而且我们是强烈要求捐钱 一开始不让我们捐 因为觉得好像我们是犯人 所以没有让我们捐 但是后来坚持要求捐 大多数人会把自己 除了日常生活需要的钱 留下来以外 所有钱都捐掉 所以这是所谓的 让我有一点点意外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很真正的 不是骗我 然后我当然警官也告诉我 确实是这样子 包括有一些特别严重的 非常典型的这种 所谓的反社会人格在 他确实就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 这样一种犯罪类型 但是真的你走进他内心世界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人性是 依旧非常明显的存在着的 就是你可以跟他有很深入的沟通 他也想悔改 但是他的问题行为 模式已经早就形成了 比如说最典型的 我用一句话概括 什么样的人会犯罪 就是用暴力犯罪 弱者 最典型的话就是 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 小时候我被人伤害 长大了以后我伤害别人 这个被人伤害 不是说今天被我吵架 被人打一下就伤害 是虐待 严重的虐待 你觉得这150多个暴力性犯罪 小时候绝大多数都有 90% 我们有这样的数据 90% 有明显的虐待的经历 这不是说爸妈打一下屁股 叫虐待 比如说通常他要用工具 频率很高 有致命性 用的工具有致命性 比如说在农村里面 比较常见的是铁锹 铁锹不是打屁股 是像标枪一样 往孩子身上扔 爸爸妈妈这么打孩子 对 但是我在这要说一句 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访谈过这样的父母 对父母 父母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克制不了 他的爷爷奶是这样对他的 哎呦 这叫创伤的代代传承 不是生物的遗传 是行为模式的遗传 哎呦 这个玩意很恐怖 所以你想一个小孩子 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他的人性是被压抑着的 我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最后他杀人的方式 跟他父亲用铁锹杀他的方式一样 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用铁锹去把人杀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典型 就是说 他已经把这个人打倒 在地上的 这个人已经被他砍死了 他还继续砍了二十多铁锹 就是最后砍得非常惨 我问他有必要吗 人家就死了 他说砍的时候爽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是他过去的创伤记忆被唤醒了 他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他当时砍的不是那个人 是他父亲 我说明白了吗 这是一种报复 但是报复的对象是转移了的 所以当他去杀那些孩子的时候 这名声如果不是精神分裂症的话 当他杀那些孩子的时候 他的情绪 他的这种愤怒的情绪 供应的情绪 是跟他过去一系列的受挫 被鄙视 被压抑 被抛弃 被剥夺有关系 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 我不了解 他们家庭应该是有问题的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你以前还见过一个罪犯 就每次抢劫的时候 都要虐待人 对 那是他 他是怎么一种行为模式 他的方式就是 我觉得也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反社会人格障碍 他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 他以伤害别人为乐 包括欺骗 诈骗犯 他骗人还不是为了钱 有的时候 他把别人骗着了 他爽 享受这个东西 你看这是自我证明 对吧 然后伤害别人 也是证明我有 我有炮 我有力量 然后他的这种行为 就是说 我要看到这个人满脸是血 然后我再去拿那个钱 我会拿钱 我享受那个 让他 他被我打得满地 满地打滚 然后满脸是血的样子 哎呦 在那一刻 他内心的痛苦释放 但这也是一个 行为模式的传承吗 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传承 但是是他自己 就是人输卸 自己内心痛苦的方式 你看 咱们就说这种杀人狂 他们也收集了一些资料 而且有些你看到 这个中国社会 要不说有些人说 是社会有病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这是2009年1月5号 我们看到这个 记得是熊振林 残杀8人 对吧 其中呢 还有他年 自己的情人 和年仅两岁半的孙子 还有两个是他收留的智障人 然后接下来的你看 都是在几个月内发生的 2009年11月16号 陈文法杀了6个人 父母 拨父母 奶奶和堂哥 然后去年11月23号 李磊 咱知道大兴灭门惨案 杀死自己这一家恶 2009年11月26号 温铁栓杀死本村6名壮劳力 他自己也服毒自杀 然后2009年12月 福州罗远县一名男子 连杀三人 原因就是心里烦躁 2009年12月12号 刘爱斌纵火烧死了 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8名亲人 又用随身携带的这个鸟枪 柴刀 连杀五名 相邻 你看这是半年之内发生的 2010年2月1号 张义民劫持一辆大客车 横冲直撞几条大街 狂奔七公里 连夺九条人命 然后你看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 于建荣就说嘛 说这次的南平 这个郑爱民 这个南平血案 他认为啊 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 报复性杀人事件 是一种社会敌对性的行为 说明我们整个的社会心态 出现重大问题 他就认为他的目标啊 也不是公权力 也不是侵犯他的人 而是找比自己更弱的孩子 就这么大开杀戒 我觉得如果说他是 就是刻意找孩子的话 比如说刻意找孩子的话 还不如说 他就是要找那个社会当中 最痛的地方去伤害 比如说他引起最大的社会反响 以及对别人造成最大的 这个痛苦 孩子只是一个 达到他这个目的的手段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 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近几年 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时候 甚至于发生在家庭内 嗯嗯嗯 灭门的就是 对啊 灭门的就是最典型的 很多你刚刚提到很多的 也是自己周围熟悉的人 我会觉得一方面 你可以倒过来讲 我刚刚讲到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会绝望 绝望以后 他可能指向自己 就自杀 指向他人的话 就是杀人 攻击他人 是他所有的社会支持 没有的时候 他支撑他的东西 没有的时候 所以你看倒过来 他的行为 他又是指向他周围的人 指向社会 指向他周围亲密的人 所以我可以这样推断 当然我没有直接去 证明这一点 是他的家庭功能 是丧失了的 就是一个家庭 要给人以爱 温暖 安全 如果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不认为他会出事 你他说的这个 你就让我想起 我一个同学的 这个父母亲 和父母亲 很有意思 你看啊 他这个父亲呢 也是说 这个自己在这个 单位里 在工厂里 一辈子 也是说这个厂长 对自己不公 对吧 什么分房子 涨工资啊 这一辈子 就是都觉得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觉得自己是老实人 被欺负 然后他父亲呢 到最后现在产生一种 什么心理 他父亲不出家门的 他父亲甚至跟他的这个孩子就讲 他说 只要是咱们家里的人 你看我这个脾气好的 不管你干什么 你就是呵父打母 我对你都是一片爱心 他说 但是只要是家门之外的人 他说 我就是仇人一样 而且谁要是说了我一句什么 我能够恨他一辈子 就是我一直 一直记这个仇 你知道吗 甚至于家里 连这个儿媳妇关系 他认为儿媳妇是外人 儿子是家里的人 你看 当然他也没有发展成什么不正常 但是你就让我想到啊 就有 有的人 他对社会啊 感觉到完全失望绝望了以后 好像啊 他只有回到家里 才觉得是真正的安全和温暖 对 这算是一种正健康的状况吗 我 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 不够好在就是听起来 他家庭关系还不错 嗯 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时髦的词 而且我觉得社会各个阶层 甚至于国外也会接受 就是我们提的和谐社会 和谐这个词似乎是很被接受的 但是我 我非常同意这个这个提法 嗯 是什么呢 我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要和谐 它的基础是什么 是家庭 嗯 每个家庭都和谐的 这个社会不可能不和谐 每个家庭都有问题 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 嗯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中 而你最重要的 呃 怎么说 支撑的东西 你的爱和被爱的感受 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白了啊 家庭是更重要的心理诊所 是吧 对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光美你讲讲 其实刚才徐老师讲到一个所谓的家庭功能 那就让我觉得就丧失家庭功能 这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我昨天看到一份报道 他讲的就是说 夫妻之间呢 要尽量避免的冷嘲热讽 嗯 因为呢 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对 越亲密的人 对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小孩 或对我们身边的 最越亲密的人 有的时候你越不在乎 自己跟他说了什么 磕薄的话 嗯 你总觉得我的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嗯 但是你是什么 呃 什么刀子口 豆腐心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那个刀子口 你可能真的去伤害了你的 你你你你 你的另一半 然后两个人关系 就会渐行渐远 所以你刚才看到 那么多所谓的面门血案 杀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人 那真的是有可能 在长期的这种 所谓的冷嘲热讽 这种豆腐心 刀子口的情况之下 你就把这个人 逼上了绝路 这个整个家庭功能 真的就丧失了 对 包括说可能 在我们一般的个案当中 我做心理治疗 呃 会有更多这种情况 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叫做 呃 以爱的名义伤害 嗯 就是父母亲对孩子 控制的太 严 控制的太多 压制压抑的太多 然后我是爱你 我是为了你迁都好 然后让他失去所有的自由 嗯 和表达自己情绪的机会 往往这样的孩子 最后突然爆发出 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他就拒绝上学了 嗯 他就离家输走了 他他就自杀了 但是这个啊 有没有社会性的 这个一些原因 比如他们讲这个正名声 嗯 说家里呢 几代人几口的人 几代人几口的人 几住在60平米的一个房子里 而且自己老觉得呢 总是挣不到钱 嗯 好像是以前女友的什么 什么哥哥 也是觉得他没出息 嗯 所以不让自己的妹妹 跟他好 对 那么这些 我还听到一个什么呢 说实在的 闹过一个事情 你们这个心理学界 有一位心理学家 不是曾经口出狂言 说总是去上访的 99% 心理障碍 对吧 最后被人家上访后围攻 但是呢 我又看到在上海 这种专门负责 对这个上访的人呢 常年进行心理服务的 嗯 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也认为啊 说一些很固执的 一直在上访的 固执多少年的 嗯 他们觉得其中 比如说有三分之一的比例 他们感觉 好像心理上 也有一些什么问题 这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说从 包括我以前 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 你刚刚说的那个老师 他不是心理学家 他是精神科医生 我做精神科医生 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确实是 所谓的偏执性情神病 但我绝对不认为 99%这样的高的比例 对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在那个政府立场上来讲 你要知道 绝大多数人 确实他有愿去 他没有办法 去解决他的困境 所以政府 就是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来讲 要给大众 以多种渠掉 去书写 书写他的压力 去解决他的问题 让他感到有希望 其实我甚至认为 你太多的不公平 或者说是被侮辱 被损害 积压在他的心里 本身是不是也会把 一个正常人的心理 弄成不正常 一定会 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非常确定的 一个研究结果 最发表在美国Science 杂志上的一个结果 就是同年期的创伤经历 是成人之后 成隐性行为 吸毒 酗酒 以及犯罪行为的 最重要的根源 你像我问他 像这种杀人狂 是不是遗传 什么DNA 好像你的观点认为 主要还是后天 家庭社会的人 所以说 这个心理学家 在心理学家看来 好像没有什么罪犯 不可以理解 对 当然他犯了罪 还是要被惩罚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 以及帮助我们自己 对吧 因为他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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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